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 我觉得我很适合现在疫情的状况 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被关在家里 很多时候就要像我们这样 要时常的去上直播来讲话 今天我们也是很荣幸的 我们就请了一个很挺的嘉宾上来 但是还没有请她上来之前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上台的经验 我想问两位魔女 你们的上台经验是 有没有一些上台经验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来我先讲 哈喽大家好 我是恶魔女Crystal 我讲到这个上台经验 我其实是一个很怕去讲话的人 我还记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去上了一个口才版 就是学讲话的 然后我就上去 我还记得老师给我们两分钟的时间在台上 就是她给你一个题目 然后你就上台讲了 两分钟的时间 那我应该讲没有到50秒 我就投降了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50秒的时间很难过 我觉得我的心跳到很快 然后手又发抖 然后又整个身体是竖起来的 就很怕很怕的 讲话是抖着讲完那个50秒的 然后我的老师 我还记得我的老师走上台的时候 他摸我说你的手这么这样冷 所以对我来讲说上台讲话真的是一个 一个关卡要自己去突破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开心的 就是请到我们的作者来 来跟我们分享到底上台 要怎样去锻炼这个功夫 来Levika 我其实不好意思 我其实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上台讲 自己的比赛 但是我觉得 无论是上台的经验多少多少 其实在两年前我做 要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2019年 MCO之前的前一年 我已经开始想要做直播 那时候我记得是五月 我大概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我一直拖 然后五月份我记得五月尾 我做第一场直播的时候 然后我拖了足足大概四五个星期 我才做第二场直播 因为为什么中间的时候实在是有太多太多太多 很负面的想法很负面的谎言 然后一直我们说自己吓自己 自己吓死自己 一直吓死自己的那种 对 我觉得那一个 可是后来运作的时候我发觉到 原来是结果是有报单的 但是我觉得说很大的一个 我很明白什么叫做自己怀疑 因为会常常就是从一个没有什么信心出来的人 就算是每一次做直播的时候 还是会就是在开镜头之前 还是会有那种自我否定感 所以待会你再来问他 对 对 我们还没有请嘉宾上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希望你们在看着的人 在看着直播的人 赶快去分享多一些人出去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 你看你 你会看到你身边的人也是很喜欢 想说也是想要学如何在上 就是上网这边来讲一些话 然后问题是 我们当我们讲一些话的时候 又要怎样的让人家听进去 就讲可以听进去 你讲的每一句话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还不会这么快请嘉宾上来 我看到我们的那个 看了那个数字 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再讲一下我自己的本身的经验 那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里面他有讲到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可能需要 自己去看自己拍下来的结果 我等一下要跟请教老师 我老实讲我每次看我都不敢看 因为我觉得 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好恶心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自己在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好像很恶心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我以前的时候会一直忘词 就讲说我可能会一开始看到那个镜头 我的头脑是一片空白的 好像很奇怪 就是我们可能在普通这样讲话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可以很顺利的 就是可以哔哩巴啦哔哩巴啦 这样讲出来 但是我们一上台 或者是一上那个镜头一开的时候 突然那个就是一片空白了 对对对 那我就希望赶快你们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来观看这个 然后呢 那我们的嘉宾 他会越讲越起劲啊 对不对 好 对 在还没有请教老师上来的时候 我要讲一下他的这一个 我介绍他一下 为什么呢 他是 其实我是看他的书是七年前应该是 七八年前啊 就是有一本就是叫做 出位硬要世界看中我 那他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就是 我们每次讲嘛 我们做销售还是什么 第一个的那个法则是什么 就是不要脸 第二个法则是什么 这个法则你要做销售还是什么 你还是要不要脸 所以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还是不要脸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的讲的是非常 很 什么 很到位的 就讲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是可能是我们自己想太多 或是什么 就不能做下去了 所以呢 而且呢他是一个 很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作者 他又是影视的那个 影视的制作人呢 又是作者啦 又是讲师啦 哇哇他真的是太点了 所以我们今天请他来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所以呢我们话不多说 OK 我们一个请我们的这个 郑匡语郑老师上来 哈啰 郑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好 哇这么快呢 就已经有人呢 就是问老师问题 就讲说哇要讲的时候呢 又要照顾疑态啊还是怎样呢 那今天呢就希望老师呢可以多多分享 我们其实要上台的时候呢 呃就是刚才我们讲我一上台的时候 我们就会一片空白 那老师要怎样的去呃分享一些 tips给我们 嗯好啊 不过啊 说到这个上台的一些技巧啊 我觉得你最后 在介绍我的时候提到这个不要脸这件事情啊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更多人啊能够听到这个之后 来听我们待会这个认真的这个 关于这种技巧的分享 在分享这个技巧之前 我先讲一下关于不要脸这件事情啊 我真的觉得它不仅仅是可以帮助你的销售啊 它更是可以让你的品牌知名度 被更多人知道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先举两个我自己啊 最近不要脸的例子啊 第一个不要脸的例子是 如果大家有在看我的Facebook的话 你就会看到 我呢大概在四年前左右拍了一部电影啊 叫做审判的Day to Choose 它是一个电影短片 那这个短片呢 当时呢就有非常多台湾的媒体报道 它呢也获得了美国的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外语短片奖 也入围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啊 就是蛮牛逼的一个电影这样 但其实它品质我觉得还好而已 故事很好 故事很好 但是当然啦 就是当时我是第一次跨足这个电影电视嘛 那作品还不错 重点是 如果你有观察到我最近FB的发文 你就会发现哎呦他在 睽違了四五年之后啊 居然又被韩国的一个呃台湾韩国青年电影节 给邀请 要在今年的9月23号 会在韩国的某一个就是中路啊 中路那边非常大的一个剧院 会去播放 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呃 韩国的民众就会看到 那你一定会很好奇奇怪 为什么隔了四五年之后 还会有人想要放这部电影 各位你觉得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我知道有这个电影节之后 主动联系对方跟他说哎 你们应该蛮缺台湾电影的吧 那用我的电影吧 很多时候啊 你多问这一句机会就来了啊 所以他们看了我电影就发现哎呦这个 你讲这个费死的议题啊 那我们很感兴趣啊 而且呢 他是除了具备社会意义之外 当年好像也得过蛮多的奖项啊 所以那当然就邀请你了 所以我的电影呢 就这么啊 成为少数入选的台湾电影 那当然这个电影如果一放的时候呢 我又会比如说写新闻稿啊 给很多台湾的媒体说哎 你看台湾电影韩国发光啊 类似像这样的一些宣传 所以他又会对我这个品牌又有一个宣传 那这都是因为不要脸 你敢主动出击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吗 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 各位朋友如果你有注意到我过去的著作的话 你会发现我的书呢 除了在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出版之外呢 也在韩国出版 我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啊 我有本书叫做不要脸不怕死 这世界就是我的 他呢有韩语版啊 叫做 就是向全世界推荐我 好不好 好 那这本书呢 之所以能在韩国出版 当然也是因为 在2016年的时候 我呢 去了这个台北的台北国际书展 我去台北国际书展的那一年呢 其实之前的好几年 我就非常想要让我的书也能够在韩国出版 但是真的太困难了 我不晓得在马来西亚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跟你讲 我觉得韩国人很瞧不起人你知道吗 韩国人以前对我们台湾来说 我们会觉得韩国有点像是我们的小老弟 他在经济上啊 在政治上他的制度其实都是学中华民国的哦 可是他这十几年来呢 突飞猛进 不断的你说在韩剧啊 韩流啊5G啊 各个地方都真的都非常进步 所以台湾看着这个以前的小老弟 不断的超前 其实我们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不甘心的 那可是韩流的确很强嘛 那韩国人他们现在是有一点膨胀 他们觉得以前他们还看这个欧美 还看日本 他们现在连日本都不太放在眼里了 台湾就更不要讲了 那我呢 非常希望我自己的书能够在韩国出版 所以我其实在2016年之前的大概五六年开始 我就很积极的去主动联系韩国的出版社啊 代理商啊 希望能够把我的书在韩国出版 可是都没有人要出我的书 简单讲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国力不够嘛 再加上呢 我不是一个在韩国知名的人士 出版社要出你书 只有一个考量 就是你能不能为他赚钱 他们这个知名度还不够呢 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啊 所以就不敢出我的书 结果呢 2016年那一年我在台北国际书展的时候 走进去我就忽然发现 哎 这个现场有韩国文化振兴院的这个代表也到现场 也在摆摊 我就想了哎 那我以前呢主动联系韩国的出版社 可能他们不要我的原因是因为我用的方式错了 那我换一个方法 不如我也去韩国参加类似像台北国际书展这样子的首尔国际书展 那说不定他们这些韩国的出版社韩国的民众看到我这个人哎 已经出版了十集二十本著作还会讲韩文 那当然就更愿意相信我敢出我的书了啊 所以我就主动跟这个韩国文化振兴院的在那边的这个代表 跟他说哎 那个我想要去参加你们今年的首尔国际书展可以吧 各位你知道他答案怎么样吗 当然可以了 因为要交钱了 你知道餐展是要给钱了 那我本来就来这边找餐展商的嘛 就很乐意啊 就说那没问题你停写一下资料就可以啊 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看到台北国际书展的主舞台 台北国际书展每一年都邀请非常多的这些海外的 不管是作家啊出版社啊代理商来分享 关于他们这些书啊或者是出版代理的一些诀窍啊 这样子的内容 我就突然灵机一动哎 那你们首尔国际书展他们应该也会需要这种外国讲者吧 找我吧 所以我就问了一句你们需要讲者吧 他说呃这个这这这这郑老师是这样子 我需要回报一下我的长官啊 然后隔了两天之后他就跟我说郑老师欢迎你成为我们首尔国际书展的受邀讲者啊 于是那一年呢我就这么到这个受邀到韩国去演讲 而且那年很特别啊 我是唯一受邀到首尔国际书展演讲的华人作家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回想一下 2016年发生什么事情 韩国有一个傻蛋集团叫乐天 乐天把他们的地租给美军部署萨德飞弹对准中国大陆 所以你认为中国大陆有作家敢去韩国参加这样的活动吗 不敢吗 就只有我一个 所以我就这么大摇大摆去演讲 那演讲完之后台下就有一个韩国出版社的老板很欣赏我 于是就跟我要了我的作品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就让我的书在韩国出版 大家可以自己Google一下郑框与首尔国际书展就看到非常非常多相关的报道 那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你也会很压抑觉得 哎呦这个郑老师这个记者大哥对你太好了吧 怎么写的这么详尽 记者大哥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大家知道吗 因为那个报道我写的 我写的我自己全部都把报道给内容给写好 就等我去演讲完啪啪啪拍了几张照片之后 照片一附上丢给记者他们就发了嘛 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自己这两个故事啊 就是想跟大家说两件事情 第一个不要脸多重要 除了不要脸之外 我们在台上或者说话的每一次的表现也很重要 你看哦 我如果没有在首尔国际书展上那么好的演讲的话 怎么会吸引到这些出版社 那边出版社老板愿意出我的书呢 对所以我们在台上的每一次表现的非常重要 那现在就回到来三位 包括很多我们今天初次认识的马来西亚的朋友 你们会想要知道在台上怎么样可以不紧张 怎么样可以不紧张呢 我觉得这个不紧张的背后它有几个组成的要素 第一个当然就是你越大量的练习就越容易让自己不紧张 你刷牙会紧张吗 你洗脸会紧张吗 你当你把它变成一个每天都在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信手拈来就比较不会有紧张这件事情了 所以通常我们被假设我们被赋予一个任务 要在公司做简报啊或者你要上台 或者你要做什么销售演讲 你其实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通常应该都会有个什么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 甚至三个月的准备 你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了嘛 于是你应该从回头就开始算好 那你这些天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为这个上台的机会 讲话的机会去做练习 你就会大量大量大量的练习 那当然像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是不太需要练习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都在练习 我每天都在演讲啊 所以说才可以这样的信手拈来 就是当各位还不是的时候 你先让自己每天这样子练习 现在工具很多 我们有像这样子有直播的练习 你可以自己把自己录下来练习 这都是练习嘛 所以这是大量的练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刚才Rebecca也提到 就是说很多人 他之所以上来会紧张 有个很重要的元气就是自我否定 老会觉得说自己会不会表现不好啊 会不会做的不太好啊 什么这类的 那对于这种想法 我觉得也是有几个不同的方式来面对它 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要这个自我欺骗 自我欺骗 其实我很不错 你知道吗 自我欺骗 那辅助你自我欺骗 有一个方法就是呢 你呢去看看其他人的演讲 看看其他人的表现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当你看看其他人的表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根本就不是个咖 比我差这么多也敢讲 他都可以我会不行 你知道你就会有这种愤怒 你会有这种 有有有有有 对对对 我也要我也行啊 你就会逼自己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我其实比他好啊 我他都可以我一定也可以啊 你有这种 所以看看别人啊 也会因此而产生一点自信啊 所以日期觉得自己很好 然后跟别人稍微比较一下 我跟大家讲 其实我现在我现在有一个蛮不错的朋友 他也是在教这种演讲啊 或者是这种表达课程的 我跟他私下聊过 他之所以今天可以成为讲师 就是因为他在八年前 看过我的演讲中非常的不服气 哈哈哈哈哈哈 觉得平手还这么可以 我也要啊 所以他今天你看透过自己的努力 敢把自己推出去 哎他也今天也混得很不错啊 当然他的名字 我就不会告诉你他是谁了哈 那也是一个方法 哈 透过我刚刚讲这两句 老师老师老师 这个是不是讲假想敌呢 假想敌 就是所谓的假想敌啊 或者说你去挑起你心中的恶吧 你心中的愤怒 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都会去羡慕别人 或者有时候甚至会去忌妒别人 对对 羡慕和忌妒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太好的情绪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他就只留在羡慕还有忌妒 然后就没了 可是我们应该要去深化这个情绪 把它变成好 那我怎么做可以超越他 我怎么做可以跟他一样 甚至比他更厉害 你当他把 那你把他换成这个实际上的行动的时候 你这个就开始进步了 我最不要让自己停留在那个 不管是羡慕还是忌妒还是恨的情绪 你有这个情绪都非常正常 好像我我一直以来我也非常羡慕 比如说像我就一当主持人这件事情 我也非常羡慕 比如说像这个王文华呀 蔡康永啊 对不对 我也非常羡慕 你说忌妒也还好 应该想羡慕 那既然你有羡慕这样的情绪 就想办法想出一个 我怎么样可以像他一样的一些做法 在实际上去做 所以说我认为以现在的我 因为我当时一有这个想法 羡慕的想法之后 我就采取了行动 并且实际上去实践 也提升自己了 所以今天你假设把我放在跟周杰伦 或者是蔡康永 或者是王文华一起要登台演讲的 我也不会比他们差 因为有付出的努力 对对老师老师 老师我想问一下 OK如果我们比如我们讲说 现在有很多人想要扩界去做直播 就是你直播就是要靠讲话 那么你会不会有一套的SOP 还是怎么样 就是像你刚才讲的主动出击 然后还有就是假想低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早是可以让一个从零 从一个零 什么都不会的人 他慢慢怎么样去开始 我们先来讲一个开始吧 就还要有一个怎么样去开始呢 是 我认为现在是全民直播的时代 但是脸皮比较厚等 它是可以直接跳下去 就开始跟人家这样 一直都哇啦开始想这样直播 对对 因为大部分的人脸皮可能没那么厚 所以没关系 我们先从自己录影片开始 你录影片之前你可以写好稿吗 你可以剪辑吗 你可以看大字报吗 你可以请一个你的好朋友当导演 你咔 重来这一句再讲一次 就你可以把它弄的你的影片 是很不错的 所以你先从做影片开始也OK啊 至少它是一个曝光的机会 那你就针对这个影片去打广告 让很多人觉得哇 这个讲者就是口才非常好 很流畅 你本来其实没有那么流畅 但是你的作品要别人觉得你很流畅 好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人是这样的 我们人 当你把自己想成是一般人跟学生的时候 你就只会有一般人跟学生的表现 但是你今天这样的品牌 招作把你弄成一个王 一个厚一个很厉害的人 你就会想说天哪 大家都这么认知我 然后我搞快变得跟那个一样 你就会开始把自己变成是 就是那个人了 就是那个样子了 你会用加倍的这种努力 还给自己压力去成长 你会更快的速度成为那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先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让自己赶快先站好位置 先出头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所以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你先用录影片的方式 让自己能够有不错的表现 然后这里我回回答一下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 紧张的情绪很难控制的 对不对 紧张很难控制的 那说到这个紧张 我觉得有几个不同的方法 来看待所谓的紧张 我自己觉得最有效的就是 你重新去定义所谓的紧张 你现在把紧张想成是很不好很坏的 可是你现在如果重新去了解 去定义紧张 你告诉自己说 各位我跟你说 紧张的情绪每个人都有 贾伯斯有 马克佐克伯有 任何你看到厉害的讲者 其实都有紧张的情绪 但是怎么面对紧张 这就是他们跟我们不同了 对不对 所以你先想说 他还紧张 我也紧张 那我其实跟我爸爸是一样的人 我也是 每个人都有紧张 所以你先把紧张 当成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情绪 去接受他 接纳这个紧张 或者 你用另外一个方式 你不要把紧张当成是紧张 你告诉自己这个叫兴奋 你把紧张当成是兴奋 我非常兴奋的 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我非常兴奋的 可以把我过去做的事情 我过去学到的一点点的经验 还有智慧 跟大家做交流 我非常兴奋的 我今天可以透过三位魔女的这个频道 我可以跟全马来西亚 虽然也没那么多人在看 我知道 我自己幻想 自己幻想 很兴奋的 可以跟更多的马来西亚的朋友 接触 认识 那讲完了马来西亚 可能就可以讲印尼 讲完印尼 可能就有泰国 就整个东协 讲完东协 讲整个东亚 讲完整个东亚 讲整个美洲 就是开始有这种正向的去幻想 兴奋 你把这个紧张的情绪 转为兴奋 那朋友继续说 Betty很积极 太兴奋又会讲错话 哈哈哈哈 这个 为什么会讲错话 是因为 第一个一定就是练习不够 练习不够容易讲错话 这是一定的 另外就是 我觉得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或做任何发表 基本上我们这个人要让自己随时 都是处在一个正向 你平常就是用善作为出发点 正向的语言 你就不容易在台上说错话 大家注意很多什么政府的官员 然后台湾的一些什么政治人物 或者一些名人 他会失言 讲一些那种不太恰当的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自己平时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喜欢 酸言酸语的人 如果是一个平常就非常正派很正向 他在问到问题 他就会正派正向的回答 他不会用一种很负面的方向去讲话去解释 只是说以前呢 这种人都被保护的很好 因为媒体很少 也没有什么直播 对 他的这些丑态不会被露出去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曝光 可是现在呢 他没有办法被保护的这么好 所以就会有非常多的 他一些不适当的一些发言就会出现 那这其实不是他错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对 所以说我们要让自己 对 永远就是保持一个比如说很善意的出发点 很正向的 那这样子你就比较不容易有失言的情形发生 老师有人问就想问 对有朋友问就讲 那逻辑思想有什么可以训练吗 让演讲的内容会比较丰富 比较有逻辑 嗯 我在我的书里头有提到 我想其实你看很多 比如说TED的影片 或者拆解TED的影片 你都会知道 我们在想要说一个故事啊 或者说一个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这种所谓的逻辑的 那么我们平常 大家说我是华人 我受华人教育 其实很容易啊 讲半天没有重点 因为我们总觉得要先贤先烈 说了什么 别人做过什么 然后最后这个抖胆的我 才能够提出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一个 不成熟的想法 对吧 就我们的文化是 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后 我再放在最后 可是我因为在美国读书嘛 那我发现其实全世界的潮流 也就是这样子啊 尤其现在我们这个 已经是现代工业的这个时代 大家更讲究所谓的效率 所以说我们可以先讲结论 就是我们直接把我们认为 是这样子说出来 这是我的论点 好我认为是这样子 那之后再去讲 我为什么这样认为 是因为有这个理论支持 就是有这个实际的经验 告诉我们就是这样 然后有其他的一些啊 人也这么做过 所以最后再讲 我认为就是这样 好所以我们在做所谓的这个 逻辑思考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样的方式 就是先把你的结论说出来 先把结论说出来 对先把结论说出来 你这么认为的 然后呢 再去讲 为什么导出这样子的结论 以及最后再强调 我为什么这么认为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认为 那你用这样的想法 你去拆解你自己 未来要做的每一次的演讲 或者每一次的简报 你就会知道 那我该往这个方向去准备咯 嗯 这样就会被别人认为是有逻辑的 嗯 老师我有看 老师我有看你这本书 你有教我们怎么样去把 就是讲 去平时我们就要多看多读 然后 然后就是自己练习 然后一到人就逢人必讲 对吗 所以你那你就可以 就可以培养很多自己的内容 在你的脑海里面 嗯 嗯 没错 我自己从学生时代开始 因为我是一个家里没有什么资源的人 所以我从小其实没有受什么特别的这种口语啊的训练 没有 但是我从大学时代开始意识到 这种口才啊 真的太重要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刻意的去训练我自己的演讲 口才 我那时候会把一些很不错的一些报章杂志上面的一些社论啊或者写的很好的文章啊或者我看到一些很感人的故事啊我就会试着用自己的话来再把它讲一遍 好 那讲完之后呢 我也会想着那怎么样可以把它讲的更吸引人或更感觉 所以我会跟家人讲啊 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就讲 我去看他们的反应 然后再去想说奇怪 这里应该是要笑 为什么没笑 这里应该是要觉得很难过的 怎么好像他听起来没什么感觉 那一定是我讲法有问题 所以我就会去想办法再去再找另外一个人再讲一次 就换一个方式讲 所以这样的反复的琢磨之后呢 我变成很快的能够一看到一篇文章想办法去抓重点 并且想办法呢 能够让他是用很感人或者吸引人的方式讲出来 那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是诀窍 我们说偷吃不就是这样 很多人都会很好奇 比如说我 为什么常常可能就突然到一个场合 人家就说那请张老师说几句话 我也可以说出几句话 有可能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事情 那些我从小做的练习 我后来其实都会加上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做验证 或者去得出我自己的结论 所以说我有这样子训练之后 我每到一个场合 别人丢任何一个问题给我 即使是我不熟悉的 我都会想办法抓住其中的一点 然后去扯到说这让我想到我自己曾经发生过一个什么事情 这样就可以增加我演讲的篇幅跟内容 这个好棒 这个很棒 又回到这个跟这个事情有相关 那即使是我不懂的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会被人家问到一些 可能我不是很懂的话题对不对 那我就会直接承认说这件事情我不懂 就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应 我不是专家嘛 可是呢 比如说你在问这个问题上提到一个什么事情 我可以针对那个我讲我的想法 那这其实也是一招了 就是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懂 你不要不懂装懂 你不懂装懂 就会被别人抓到把柄嘛 嗯 对 你如果因为不懂就不回答 别人还会觉得你没有诚意 所以作为一个有诚意的讲者呢 你可以诚实的跟对方说这个东西你不懂 但是你提到另外一个东西 或者说你讲的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嗯 你讲另外一件事情的想法 嗯 嗯 那这也是一个方法 嗯 对对对 那那我我还有看到里面就是 他有讲到是想说 啊 啊 你要多 就讲说你无论怎样练习一百遍也好 然后就要去去实战 然后要去冲破那个 就讲说那个害怕啊 啊讲错啊就是要一步步的冲破 这样是不是老师就是 无论我们怎样练丑也好就是 就是要去做就对了 不要脸 不要脸去 对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 因为你们看我那个书哈 这个初位硬要世界看中我 对对对 已经是我出的可能第十本书左右了 在那本书之前呢 比如我出的第一本书是这个 全民搭讪运动啊 搭讪圣经脱离好人帮 正媒心理学啊 对对 一些书 那 搭讪圣经 对对 我当时在书室刚出道的时候 是搭讪教主嘛 哇 这样老师就很会追女孩子哦 哈哈哈 那讲到这个怎么说什么追女孩子啊 什么 搭讪是我的一个策略啦 一个蓝海策略 我用搭讪这个吸引人的title 我真正想讲的是自信啊 是沟通技巧啊 是面对挫折的能力 大家想一想不是吗 就你如果 敢搭讪 会搭讪 搭的好的话 搭的都是自己觉得非常 优质的异性的话 自信 沟通技巧 面对挫折 真的 在搭讪里面都可以学到 对吧 所以我当时 只是用一个 搭讪比较吸引人的title 然后我真的想跟别人分享 实际上这样子一个比较正向积极的内容 好那 我要讲我刚刚说 为什么提到搭讪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你提到说要练习对不对 对 那我在教搭讪的时候 我也跟我的特别是男学员讲 我说 你告诉我 你交过女朋友吗 那有些人就说有交过 有人说没交过吗 那有交过的我都会问他说好 我问你 你交了这个 你扪心自问 是你第一眼看到就超级喜欢的吗 他就说不是 哈哈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呀 我们呢 敢跟我们觉得 哦 没什么 没什么特别 心里不会有波澜的 讲话都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般般的人就讲话 没有问题啊 搭讪简单啊 你敢跟你一眼看他就非常心仪的异性 嗯 讲话吗 很多人就不敢了 对对 所以呢 我在交大山有一个名言 你跟这种普妹或普男 搭一百个 都比不上你跟你一眼看到就非常喜欢的一个 你敢跟那一个讲话 哇你整个人的能力就提升到下一个level 好 所以回到我们现在讲这个呃上台啊 嗯 嗯 或者是这个上台说话都一样 你在这边看书 在脑中想象 有用 有用 但是绝对比不上你把自己推到台上讲一次 你自己试着开一次直播 准备一个完整的内容 对你自己的提升更有帮助 好 所以我们就 有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跟大魔王正面对决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这这这真的是 因为呃我的问题啊 就讲我自己的问题就好了 我我每次一开那个camera 无论我怎样讲也好 然后我就会 所以我的头脑会一片空白 嗯 那那这个一片空白其实没关系啊 啊 你先做过练习之后 你有写一些小超 像我们这样 直播的好处就是别人看不到你在看小超 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 我现在假装在看荧幕 其实我在看荧幕底下 我放了三个小超 哎呀别人不知道 哈哈 啊 啊 那 嗯 那老师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那个整个的那个 呃就是我们的那个草稿写下来先 因为有时候我们写了是不是 我当我们在口语的时候呢 他就好像变成很僵硬 如果我们跟着我们写的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去把我们想要带出的话 就是 带出那个重点出来 就是带出来 对 我自己在做像这样子的演讲的时候 之所以不需要准备什么草稿 是因为我同样东西已经讲过非常多遍了 而且我讲的方向不只是在人前这样讲 我是平常就会自言自语 我在睡觉的时候 睡前我也会想 我明天要演讲的内容 在我脑中已经过一遍了 所以我因为大量的练习 于是我比如说这一段 假设我这一段 我是要讲说 呃 搭讪可以培养自信 ok 好那我当然就有很多的内容 对不对 因为我非常熟悉这些内容 于是 我给自己的小超的标题可能只是 搭讪培养自信 可以 哦 哦 因为非常熟悉 所以你只需要一个提点就好了 但是这个所谓的提点呢 他也只是在我刚开始 在当讲师 在当一个讲者的时候需要 当你讲了千百遍之后 你完全不需要了 你就会非常心里流水 可是在那之前呢 人总是一步一步来嘛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演讲的时候 呃 作为一个专业讲师上台演讲 受邀去演讲 我也是啊 其实我把我的那个要讲的重点啊 我都偷偷的掏在我的手上 嗯 他都偷偷掏在我的手 所以当我可能在摸个鼻子的时候 其实我就在瞄我 哈哈哈 哈哈哈 或者哦 就是讲一讲 比如说哈琼 其实那个是假的哈琼 哈琼 他就看到 然后再回来 我觉得这个哦 这个哦 应该是克里斯特要跟老师学一下 因为克里斯特他一直有讲说 他要表现的比较幽默 那我们讲可以赔出这些幽默 或者是从哪里去学这么多 好像像老师你有时你讲到 就有一个笑点这样 但这个要怎样如何培养呢 嗯 老师老师 OK老师我觉得我自己平时是算比较 有一点严肃的人啊 所以所以叫我去讲笑话啊 还是去幽默一点哦 我好像想不到任何的点子 可以去讲出来 或者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我要讲的东西 所以老师有有有些什么建议可以给我吧 嗯 说到这个幽默风趣啊 他其实背后是有一些元素的 所以你只要抓住这样子的元素 他就能够造成别人所谓的笑点还有幽默 那这个元素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可能是比较夸张的表情 对不对 比较夸张的一些滑稽的表现 对对对对 他也可能 也会是比如说 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有看过你 你们有做例子 对对对对对 他想不到这种答案 嗯 再不然就是前后矛盾 大家觉得应该是 照着这个逻辑线应该是A B应该是C啊 就突然跑出这个E来 大家就会觉得很好 因为也是出乎他意料嘛 对对 推翻他原本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如果能够照这几个不同的元素 嗯 那 就会造成笑点 比如说 大家记不记得我刚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 讲到我受邀到首尔国际书展演讲 演讲完之后 这个大家现在自己Google一下嘛 对不对 然后就会看到 对 有非常多记者的报导 那你就觉得 哇天哪 有此记者大哥此生无憾 他为什么对空尹这么好 这么好的报导 为什么 我写的 对你看 这个就是一个 大家应讲不到的答案 怎么会想到有人 自己先把新闻稿写好呢 对不对 更有趣的是 更有趣的是 怎么会有一个讲者 能够把这种事情自己讲出来呢 一般人 对 大家都会觉得说 对对就是我很牛逼很厉害 然后明明是自己 对 他的新闻稿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可是我这样做的时候 又造成了一个 大家意想不到 觉得怎么可能会有懂事 所以他其实 对荒谬啊 或者是说这种前后不意思 是可以造成这样的笑点 那你说Crystal 你说你平常可能就是一个比较 什么 严肃的人啊 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什么家庭教育有关 然后就你可能会 对对对对 这样子才是一个熟女啊 或者这样才是一个 就女孩子不应该这么搞笑啊 什么事 对对对 你如果 你如果觉得看到那种 你的周遭的朋友那种 因为搞笑 所以活得非常开心的 你其实内心很羡慕她的话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就应该要有另外一个定义 所以就觉得其实这样子搞笑才是一个开心的人生嘛 可能才是我想 所以你有这个想法转变之后 你就跳通你原本这个思想的框架 好 那你就来开始想了 那任何事情 也许我们都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待她 我们都可以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 比较不同的观点的方式来看待她 怎么样都要从不好的事情里头我们去想到一些幽默的 或者是可以让人发酵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大概20多岁的时候 有一次因为这个盲肠炎 大家知道盲肠炎吗 对不对 知道 对盲肠 结果痛到不行 然后去给医生看 这医生菜鸟医生 晚上的这个emergency room 都是菜鸟 看不出个所有人来 就说你再回去再观察一下 结果隔天就变附膜炎了 Oh my god 这种附膜炎就很严重嘛 对 就变成说盲肠炎只是 大概这么长的伤口 对不对 对 把盲肠处理掉就好了 但是变成附膜炎 就表示它在你的里头破掉了之后 感染到其他的脏器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这个脏器拿出来 洗干净就再丢回去 所以我的人生 其实是经历过这个生死关头 那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后 你知道对我最大影响是什么吗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吃大肠面线了 不是 先产四方给我们看 重点其实是 我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发现了 其实老天留我下来 一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任务 所以我一定要过好我的每一天 让我的人生是真正有意义的 因为我等于未来 后来这几十年都是多活的 感恩的过每一天 并且呢 要想办法 要想办法创造一些正向的价值 所以各位你看 我刚才这个举例是什么 就明明一件很惨的事情 对 可是我还是可以用一个有趣的方式 把其中一个笑点说出来 对 我觉得太更 所以你也可以用一样的方式 去看待你身边的这个所谓的 其实生老病死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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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老师的老师讲的 那个整个句子 他就是有这个起伏上下 对 对 跟着你上 跟着你笑 我觉得太顶了 然后又有人 嗯 又有人问 好 我们看这个 Gasby Lim 他说 鲁玉给周星驰做专访 嗯 我会更喜欢柴静给周星驰做的专访 同样是说话 做专访有什么方法还有诀窍吗 嗯 好 做专访这件事情 我们就想说当主持人好了 其实主持人不好当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 你们注意看每个人主持的风格不一样 有一些主持风格是 你会觉得 哇 他这样子很棒 就让我们的来宾呢 透过他的提问 来宾可以不断的分享 因为我们看这个节目就想看来宾的嘛 对 对 但是呢 这种人呢 也会有人批评他 哎 要你这个主持人干嘛 你这么嗯嗯嗯嗯 是是对对 叫个AI 叫个经线都比你强啊 对不对你只是问个问题 对方一直答 你根本没办法接话什么 对不对 你会遭遇到这样的批评啊 那也有一种主持人呢 他是很积极的立刻会去接话 您这样子一讲 让我想到你过去跟另外一个人 是不是有 好像这样子一个主持人 就会有人说哎 我太喜欢你这样的风格 因为你这样子哦 是可以让来宾呈现最真实的自己 他马上就会被你的问题哦 就他没有办法做他那个完美的形象 你的问题会马上让他去想要去掩盖啊 或者想要解释啊 或者可以讲更多 所以听你专访我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很棒 但也会有人说你这种主持 我到底是来看来宾还是来看你的啊 你话那么多 没说打断这么多讲的 对吧 好 对 所以主持人非常难当 那我讲这两个例子其实是要跟大家说 有自己的风格最重要 有自己的风格最重要 你自己是哪一种风格 你自己喜欢哪一种 你就去把你的这个风格给建立起来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自己是希望啊 还是尽量可以 我们比如说是尊重来宾的啊 或者让来宾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的啊 那如果你就是那种 就是你的人物设定 比如你是个政论节目组成 你就是要去问到这个政治人物 哑口无言 或者要去揭发弊案 那你当然要机车一点 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设定的这个形象 你先决定之后 配合你自己的个性 你自己就是喜欢这么做啊 那你就去往这个方向去 努力全力冲刺 不要轻易的 因为人家讲你一些什么啊 你就改变了你的那个作为 我觉得这个反而比较重要 这是我给刚才那位朋友的回答 就是有自己的风格比较重要 对对对对 那Rebecca你有什么东西要问老师吗 有就是完美主义 我觉得很多人是卡在一个完美主义方面 就是说一定要哇 因为有时候想的太多 想的越多越多 我觉得说会被困住了吧 对对 这不管是完美主义啊 或者是永远觉得自己不完美啊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 其实都是没有跟自己和解 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我觉得我们就是接受自己不完美 接受这个世界不可能完美 接受即使我准备的再好 也可能会突然有一个意外 对对对 即使我们设备什么都没有问题 结果呢我演讲到一半 前男友前女友跑来闹场 就是永远都会有这种 有的没的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跟自己和解 接受这种可能不完美的自己 或者不完美的表现 接受这个世界上 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然后你接受接受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有一个更积极的想法是说 我们知道不完美 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做到最好啊 对吧 一个是我们前期的准备尽量做好 一个是我们即使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把这个看似不好的事情 我们也是硬要把它做出一些成绩来把扭转成好的事情 所以你有这样子的自我和解跟自我相信 我觉得对于你站在台上演讲或者遇到一些突发状况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一方面你放弃了这种完美主意 你就不会永远上不了台 有太强烈完美主意的人是永远上不了台的 因为我们永远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 对 接下来就是即使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而且也一定要这么做去把它扭转成好的 我最近在看这个奥运的比赛啊 我特别有这个感触 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得第二名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没有人在乎第二名嘛 都只在乎第一名对吧 对 我说我觉得这句话有道理是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硬要把第二名做出意义来 如何呢 如何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大家想一想 就与我们台湾好了 台湾这个羽球很厉害的选手叫戴姿营 他这次女单 大家都向他拿金牌很抱歉他拿了银牌 对吧好 那这个只是在全世界的框架里头 你就会觉得说啊那谁记得奥运第二名呢 大家都是金牌第一名吗对不对 对 可是在台湾我们就可以对全世界宣传说 这是我们在就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个拿到银牌的奥运银牌 就他虽然是第二名 但其实在我们认为已经是第一名是史上第一名是我们史上的第一名 所以我们是可以自己为自己去做定义的 你去放在全球的框架你就觉得自己不怎么样一无是处 可是你放在一个你自己定义的框架里头 你就可以成为非常非常给自己带来自信啊带来信心 而也是事实的像比如说好了 你看了你们三位做这个直播 我说真的做直播能很多 对不对 但是呢你们如果对外宣称打广告 我们是华人界唯一一个三位女性同时主持人 你们是不是第一个 我看搞不好是第一个 有可能哦 就算不是全世界的马来西亚搞不好你也是第一个 就算不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滑脸头可能你们也是第一个 对 活在自己的框架里头 以这个框架为基础 然后去做更好的一些发展 嗯 对对对 这个老实的意思就是 我们不要被之前的框架困住 我们要自己创造我们自己的框架出来 对对 对对 找到自己的风格 不要被别人的框架给限制了 然后先有自己的这个框架跟领域 不过我们人还是要不断成长 所以当你这个在这个框架里头有一阵子了 还是要想办法去创造更大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那检讨才是成功之母嘛 对对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改进 我有一句话想要送给大家 因为我看时间好像也差不多 大概六七分钟 对 这句话我大概在十年前 首先讲出来 那我现在还是依旧觉得这句话 很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呢要对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我们要相信自己还可以更好 好就是我们一样的一个心态去生活 我认为是又不会这个自满 然后又可以不断持续进步的 这是我希望可以给大家的 对对对 我感觉良好 不过我们可以更好 对对对对 对自我感觉良好 但相信自己还可以更好 嗯 好 那么那么老师我想要在这里先问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了 ok 因为我们你在这本书 你有讲到在台上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NLP的方式 新毛的方式 然后你就可以用一些走动啊 去怎么样去吸引台下的观众 可是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用 就是表情啊还是 动作还是怎么样之类去吸引到 听众呢看观众呢 嗯 其实直播想要跟大家互动 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这真的是非常困难 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 在还没有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不晓得在马来西亚 是不是大家很尊师重道 在台湾这几年呢 越来越没有什么尊师重道 就很多老师呢 在台上上课的时候 很多学生在底下 睡觉啦滑手机啊 吃便当啊什么都有 所以很多老师呢 就已经练就了一生的功力 就是呢 可以不管台下人在干嘛 他还是自己 对对对 自己讲的很开心 哎对 那这种能力呢 现在我们在网路上 就发挥效果了 真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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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种人对 这种人遇到这种疫情啊 什么 他这继续 继续发挥的很好 还是这个如虎添翼啊 但是原本呢 就很享受 可以跟学生互动的这种 他就突然觉得失去舞台了 啊 就是之前不太爽了 那像我们这种啊 常常被别忽视啊 遇到疫情啊 啊就整个就又活过来继续 继续活得很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设计啊 设计说 好像你看我们今天是四个人 这样同时在对话直播 其实蛮容易的哦 对 因为一直看到脸嘛 对啊 对 有时候像里面很尊重讲者这样 但这是这种 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跟 比如说50个人 100个人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注意 第一个就要有这种 不管其他人在干嘛 你都要能够自己啊 演得很好的这样子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些问答 先设计问答 最好的这种演讲或授课啊 就是我们想办法把我们的这些听众啊 大家分组嘛 分组 然后设计一些问题 让大家可以抢答 或第一个举手问的人 和第一个这个发言的人 我们就给送一些小礼物 你让他们以这种竞赛的方式 有送小礼物的方式 就让他们觉得这不只是一场演讲 这场演讲 还是一个竞赛跟游戏的时候 他们的专注度 互动度就会提高 所以我们尽量往这个方向去做 嗯 好好好 哇 今天的 那个 真是收获满满 那在线的朋友 不知道有没有 还有什么东西 趁老师还有 再知道有什么东西 要去问大家 要去问老师的吗 对啊 对啊 我们要这个 援手我们这个直播的感觉 你看刚才我们准时开始 对 我们要准时结束 像电视节目一样 哈哈哈哈 三位魔女 三位魔女的这个高品质 这个直播 我们要对对对 是是是 那如果呢 今天呢 嗯 没有什么东西要问 那今天呢 真是非常谢谢老师 今天可以给了我们的这个一个 钟头的时间 我真的是非常的 真是谢谢你啊 然后另外两个魔女 有什么跟大家讲一下 嗯 就是呢 其实我觉得说先赞老师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 因为接下来 我会在我的公司团队那边 也是开始要 兴起一些的 就是讲OPT的那些 讲产品啊 讲制度的讲员嘛 这样呢 我就正好是 总经理就给了我这个任务 但其实正好呢 就是来到 遇到老师的这本书 我觉得说真的是会大力推荐给他们 因为这个老师说 这个不是概念的书 这一本是工具 就是 对 到尾这本是招数 红龙 降龙十八掌 里面实实在在很多 我觉得在新手啊 或是那些想要学习怎么样的去 在舞台啊 在zoom 开始的讲课的朋友们呢 其实里面有满满的精华 而且不是说概念 然后你不知道要怎么说的 而是满满老师很多的小撇步 小 tips 那些呢 怎么样的去 小技巧 怎么样的让你去一步一步 胜过自己的心魔 然后呢 可以的 勇敢的在镜头面前 现在是镜头嘛 接下来就是在线下就在拿麦的嘛 但是现在我们在说镜头面前 就是现在镜头就是台上舞台 你怎么样的在这个舞台正式的发挥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一定会大力推荐给身边很多想要学习讲课的人 好 30秒 因为我觉得在这本书 我觉得他总 因为我们 我们要上台演讲 我们要直播 其实我们都会有心魔在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别让自尊以情绪限制自己的成长 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对我觉得非常大的鼓励 OK 30秒完 好 OK OK 那 那么在线的你们看到 赶快呢 就去订购 因为我给link去了 赶快去订购这一个这本书 因为真的是会收获满满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收获满满 因为里面他有30招 OK 我们也不能一一的讲完 但是老师已经有讲到 已经很多了 OK 所以好啦 所以我们今天的那个直播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见 拜拜 谢谢我们的嘉宾 谢谢我们的嘉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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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苏你 sempre要离开